比尔盖茨曾十次预言九次成功 他也因此被称为世界上最恐怖的预言家之一 他的这些预言都是什么 你知道吗 所以今天老黑就来跟大家讲讲 比尔盖茨的可怕预言 全程高能 理性观看 1999年 比尔盖茨写下一本叫做 《未来时速》 数字系统与商务新思维的书 当时已经44次的比尔盖茨 在商界有了一定的名声 他写这本书的本意是分享自己的商务思维 同时写下了他对未来的一些大胆的猜测 首先他猜测 未来的人们将能够携带又小又方便的移动设备 能随时随地跟人联系 甚至还能在移动设备上看新闻 买机票 炒股等等 这个预言毫无疑问 已经实现 第二个预言是 未来人们不一定需要纸质币付款 可以在网上付款 有网上医疗 跟医生在网上交流 这个也实现了 第三个预言是 未来人们会出自己的网站 社交媒体能进行私密的聊天 在1999年QQ诞生了 2011年微信也横空出世 第四个预言是 未来的广告会变得更加智能 会出现在移动设备上 能猜测人们的喜好 购买形象 然后展示给人 这一点相信大家感同身受 不管在哪个平台浏览过什么内容 说过什么内容 点进购物APP时 都会刚好出现自己说过的东西 第五个预言是 未来人们活在监控下 不管是户外还是在家 都有智能监控 甚至能监测小孩和宠物 不在家也能够收到来访通知 但他的恐怖预言还不止这些 未来世界将会有一种新型病毒在全球蔓延 这是比尔盖茨在2015年的一次演讲中 说的一个大胆预言 当时有人采访他 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 肯定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然后比尔盖茨说 自己并不是对未来没有一丝忧虑 而是一直被一个问题给困扰着 那就是未来可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亡 而他认为 导致人类死亡的那种东西 不会是自然灾害 也不会是可怕的核战争 将会是一种人类从未认知过的超级病毒 这种病毒令人畏惧 会让全世界都遭受巨大的灾难 他还说现在世界上所有国家 都在绞尽脑汁研制各种武器系统 但是大家都忽视了要建立防疫系统 当然比尔盖茨说出这个预言的时候 底下的观众都不以为然 甚至还有人把他的话当成玩笑 说他太起人忧天了 然而这个可怕的预言 在四年后的2019年成功应验了 新型观众病毒 以一种极其恐怖的速度 席占全球 让全世界人类陷入恐慌 就是因为没有一套完整的防疫系统 人类为新冠病毒袭击得猝不及防 大量人类因为新冠病毒而亡 人们这才回想起比尔盖茨的预言 除了这个预言以外 比尔盖茨还在1999年预言过 未来人们找工作 不需要在四处奔走 会出现在线招聘 未来还会出现直播电视 会在网上有链接补充 你正在看的内容的相关内容 未来会出现在线讨论版 也就是现在的评论区 但除了他过去提出的这些预言以外 不久前他又说出了 未来人类将会遭遇的两大危机 比新冠更恐怖的灾难即将来袭 比尔盖茨在2021年2月份 接受采访的时候提出过一个预言 有两种更具威胁的恐怖灾难 将席卷全球 第一个灾难就是气候变化 这个灾难将会在2100年左右到来 其实早在2020年的时候 他就提到过全球变化 当时他公开发表了一场强话 讲话内容就是气候变化比新冠恐怖多了 在这个讲话中 他提到了气象灾害 一开始人们又是觉得他信口开河 但是很快 北美多个国家在恶劣高温天气袭击 不仅如此 我国也出现了可怕的自然灾害 像是2021年遭遇的大暴雨 河南郑州遭遇的雨水灾祸 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 除此之外 全球变暖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 有数据显示 现在全球平均气温比100年前要高0.45% 并且会以每10年一次的速度持续增高 除了气候变化以外 伊尔盖茨预言的另一种灾难是生物恐怖主义 关于生化武器过去也曾经提过 比如越南战争中美国曾使用过生化武器 还有日本731细菌战部队等等 而且世界上还发生过一些大家不知道的生化事件 比如日本灵木博士事件 这件事发生在1966年 日本一位叫做灵木三郎的内科医生为了报复 私自给病人注射了一种叫做鼠伤含沙门弑的病毒 导致数百人死亡 还有1995年日本奥姆真理教 日本实施生化恐怖事件最终造成6000多人伤亡 所以现在全世界对生化武器都是明令禁止的 还有一些生物实验仍在继续 中国最恐怖的七大鬼村 有机会你想去看看吗 有粉丝私信老黑喜欢看诡异系列的视频 所以今天老黑就给大家讲讲中国七大恐怖鬼村 国庆将至 胆子大的可以去探探险 这是一个存在了500多年的古村落 也被称为活人禁区 在浙江温州永家县西北处的深山中 就像被世人遗忘了一样 整个村庄透露出灰暗的气氛 村庄里并不是没人居住 但稀稀拉拉的住着几户人家 反而让这个村落变得更加诡异 要知道这个村庄过去可是像世外桃源一样 明镜宜居 环山绕水的环境也吸引过不少旅游前去旅游 可是从2003年开始 这个小村落的村民一个接一个的离奇死亡 也不是病死也没有任何预兆 更离奇的是2008年夏天 两场大火席卷了这个小村庄 村里85栋古宅被大火吞灭 这两场大火让更多的人害怕住在这个村落里 于是陆续搬走 虽然后来有过警方前来调查 说村民死亡和大火都是有人故意为之 但村里的死亡阴影并未消散 这个村庄至今都是半封闭状态 二 二龙和鬼门关 在我国最年轻的山脉 六盘山的西然保护区内 有一个叫做鬼门关的地方 这里发生过的神秘失踪事件 一个比一个灵异 比如1993年夏天 曾有一批游客不听导游劝说 非要闯入鬼门关 结果数十人就这样凭空消失了 救援人员也没有找到任何的踪迹 直到游客失踪的第三天 有一个人走了出来 但是已经被吓疯了 所以这个地方至今 不允许普通游客进去 只允许科考人员进去 不过除了这些 还有更恐怖的鬼村在后面 中国其他恐怖鬼村有哪些 三河南封门村 生宅朝南北 死宅向东西 这是我国建造房屋的一句古话 但是在河南太行山脉深处 一个被山脉三面环绕住的神秘村落里 村里的所有房子 全部朝着东西方向 而且全部都是明清年代风格的房屋 一眼望去十分诡异 这座村庄就是封门村 我国第一鬼村 而封门这个名字的由来 据说是因为村里的村民 男人不娶妻 女人不嫁郎 因此封门绝户 不仅如此 村里的殡葬习俗也很怪异 比如老人会提前给自己准备棺材放在屋里 扔死后 枕头会扔在路上 再比如 村庄深处一幢独栋的房子 宅子中央有一把太师椅 据说从清代开始 很多做过那把太师椅的人 都没有好下场 还有这个村落的人 为何在1981年全部搬走 这些传言至今都没有确切定论 让这个村庄变得更加的神秘 也吸引了很多胆子大的人去探险 比如2011年就有一支探险队进入封门村 结果被吓得不轻 4.怪教村 在福建福州 闽侯严平乡 有一个叫做石阳村的村庄 从2014年开始 村民就开始听到一种咚咚咚的声音 像有人敲地板 这个声音不分白天黑夜的出现 村里一户姓正的人家的狗 每次都会在这个声音之后出现狂吠 十分诡异 当时还有走进科学节目组的专家去调查 只说是复杂的物理现象 但没给出具体结论 反而让事情变得更诡异 那么除了这几个 还有哪些恐怖鬼村呢 这些恐怖的中国鬼村 你都知道吗 5.扬州无灯像 这里也被称为阴魂像 在扬州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 有这样一个几十米的小巷子 只有老扬州人才能够找到这个地方 这个巷子里十分阴森 就算是白天也看不到什么光 但这个巷子的诡异之处 可不是因为看不到光线 而是因为1945年著名的扬州时日 也就是扬州屠城期间 当时扬州城内的汉人 被满清军大肆屠杀 据说屠杀的人数达到80万城里的尸体 堆成了山 这个巷子就曾经是堆放尸体的地方 因为这个历史事件 让这条小巷子笼罩着死亡的氛围 6.八卦村 这个村庄跟我国著名历史人物诸葛亮 有着密切的联系 它位于蓝西市西部 据说那里曾生活着诸葛亮的后裔 虽然也有不少人去过这个村庄 从外表看不出任何的异常 但是将这个村庄的建筑 其实都是按照九宫八卦的样式排列布局 如果没人带领的话 外人进去一定会迷路 你想去这个村庄看看吗 7.香港新界北区 这里被称为厉鬼聚集之处 是香港最恐怖的区域之一 这里发生过香港最著名的灵异事件 朝永记茶餐厅死尸叫外卖事件 1989年12月 朝永记茶餐厅连续三天 都将四份炒粉送到一处居民房 但是点外卖的人从头到尾没露面 餐厅老板都是从门缝拿钱 但是这个拿回去的钱 离奇变成了屏蔽 最后被吓得报了警 最后发现点外卖的人 在一周前就死了 这个灵异事件至今没有缺些解释 我是老黑 你不知道的小知识 都由我来告诉你 欢迎评论私信轰炸 咱们下期再见